土耳其伊斯肯德隆市 临时收容区的灾民 在成堆衣物中穿梭 希望找到能穿的衣服 许多人痛失至亲 无家可归 却仍得要打起精神 但大地震发生至今 所有人都还心有余悸 庆幸活下来的还有这个叙利亚家庭 十年前因夺避内战 父母带着孩子逃到了土耳其 没想到地震再度使他们流离失所 而虽然在灾区连日 环绕在死亡与毁灭之间 偶尔也有温馨时刻发生 哈泰省两位士兵打着怪手 离开毁损房屋 他们刚刚完成特殊任务 这位75岁老妇人逃命时 因把证件和手机留在家中 五天来都不知道家人是否生还 心情如焚的他在士兵协助下 终于取回手机 得知家人平安后 富人感动的频频向士兵道谢 像这样的善举 在丑云惨物之中 注入更多正面力量 将帮助更多人渡过难关 三天新闻林云涵报道 三天新闻林云涵报道